今早的E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樂壤木頁3993 選選原因是東升 中國經濟回暖、西港、美國的通脹加息衰退壓力 預期降低 利好資源類有色金屬股的表現 資源價格近月持續回升 LME和鋁價由去年低位反彈超過兩成 中國木晶礦價格也創至2005年以來的新高 相關企業例如樂壤木頁持續看好 木可應用在軍工航天、新能源設備等 根據國際木業協會數據 2050年單以風電計對木需求高達30萬噸 但目前全球所有行業對木需求大約27萬噸 需求明顯增加 策略上樂木昨日收補4.76 升5.3% 以持有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目標就是上網5.5% 目標就是上網5.5% 純火線 水馬上 水馬上